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类似的像那个马卡龙的话制作就是会用到类似的做法 当然这个蛋白酥的话呢它做出来以后用意识做出来以后用的比较多的呢 但是用在我们甜品的装饰上因为它的硬度比较硬一点这个会比较多 然后瑞士式的话呢它的区别呢就是虽然和意识会有接近 但是它的区别呢是它是用50度的这个热水去垫着去打趴 其实也是把这个糖这个砂糖融化以后啊提高它的一个韧性 这个就是瑞士式 瑞士式呢家庭做法里边会用的比较多 然后法式里边呢就是现在用到瑞士式的东西的话呢也会比较多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制作上的一些区别 那么下面来说呢就是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制作 就是我们的这个制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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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